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想带大家回到卡索腾 看一间三房的独立屋 其实这间屋之前 大概是半年前 都为大家介绍过 亦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之前的业主不选择最高的价格 他本身是一个香港人的第二代 他就买回给香港人 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就买回给他 现在来说 这间屋主是准备年中 全家人可以移民来英国 之前这间屋其实 那间屋是非常好的 地点都相当不错 是接近想读的那间中学 现在他打算准备整间屋 都重新装修过 可以说打破了很多东西 最主要是想把 本来有个家庭 他打算做一个家庭 做一个家庭 做一个 做一个 亦都是为那间屋增值的 其实我都想说 有很多屋来说 买了之后 都想自己做一些增值的工作 或者是家庭 或者好像我之前介绍过 就是做一些 Loft的conversion ok 跟着我们现在 都找回Marco师傅 介绍一下 那个家庭 要住的地方 还有我们都看一看 这间屋 现在是拆了所有东西的 情况是怎样 现在我又找回Marco师傅 为我们介绍一下 一些家庭 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如何做这个家庭 的情况 OK Marco 让你介绍一下 有什么类型的家庭 或者可以介绍一下 好 一开始 如果这间屋 是不一样的 这间家庭 其实是在家里面 唯一一部外墙 和前面车库的门 是外面的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 是把前面这个门拆了 然后再建一个Matching的 一个砖 再加一个窗 因为在英国来说 每一个房间 一定要有窗 和有门 再加上这个情况 因为它是对着这个厨房 我们还要装个防火门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保暖 因为英国你都知道 冬天都很冷下的 而且大家香港过来 都是比较难受 所以外墙的话 我们会加一些保温的措施 地面都要做的 上面都要做的 再加上 上面就不一定要不要做 但是好像这个楼上 我们一般来说 会做一个隔音的处理 这个隔音的处理 就会比较隔音棉 和隔音的泥板 这样楼下的音 就不会传到楼上 相反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了 这些工程 因为家里的外表 它已经改了 我们一样要做申请的 Gallery Convention 也是要申请Perming Permission 对不对 没错 时间是多久 因为要根据每一个地方 不一样 有些地方是Conservation Area 有些是Listly Building 当然这个人没有这样的情况 两样都不符合 这个情况大概要到三个月 十到十二个星期 这样的话 到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之后还要找一个 监管机构 叫Building Control 我们要做 因为这个保暖 和隔音 防火 我们都要做到合复的 衣家的规范 所以目前的情况 各样东西 我们已经是OK了 可以现在正在开工 OK 因为这个Gallery Convention 就是在屋里面 另外的总的程度 就是在屋外面 没错 像我们将会做的 另一个Gallery Conversion 就是在屋外面 在Link Detect House 那是否有些分别呢 当然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地方 当然有不同的分别 因为另外的是室外 当然屋顶的保暖 就一定是首先的Priority 隔音 因为楼上是没有东西的 但是如果你做Gallery Conversion 好像下一个Priority 就会把厨房搬上去 就是厨房的廢气 排放是怎样做的 这个我们当时做的时候 我们的细节再说 大约 一个Gallery Conversion 像这个Size 室内和室外是有些分别的 那么 价钱大概是2万磅 至2万5千磅左右 差不多 因为要根据你的复杂程度 因为这个情况 是改成一间房间 做一个Study 或者一个Play Room 所以就没有involve到 那么多的水 废水 那些排放 所以工程量 会相对比较少 是 其实就比这个North Conversion 其实价钱 可以说便宜一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如果给一些随房后面 擴建都便宜一部分 是的 可能地基已经便宜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保温 隔音 因为是室内的问题 按照这个project来说 所以在做Gallery Conversion 在英国来说 也是很popular 因为其实 也想说多一件事 就是说 在Gallery Conversion 因为你做一个房子 在楼下 甚至有时可以做一个N Street 就是有个洗手间 有些如果在家里有老人家 可能他不想有楼梯 可能就是在Gallery Conversion 可以加多一个房子 可以方便他们 就不用每次走到楼上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在英国来说很popular的选择 有这个选择 现在也是很多人慢慢地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都会为将来而畏于筹谋 那种情况也有另一种不同的要求 可能门框要做大一点一点 因为有很多是那些 按照那些disabled people 会有一个轮椅的宽度 所以就一样也不一样 每一个情况也不一样 每一个情况也不一样 当然 好了 接着我们不如也带大家看看 现在我们的工程 是刚刚开始 就拆掉所有东西了 看看情况 和有些什么要住的地方 我们也带大家看看 我们也看看 这间屋现在是什么情况 其实工程是刚刚开始 所以开始工程 第一件事当然是拆东西 你看到其实已经拆得很如火如荼的拆东西 其实这间屋 其实就会做garrier conversion 所以其实业主是想在这里开了门 进来就可以去另外一个study room 可以说是play room 这里就在楼上了 这里就是客厅 你看到 其实业主就打算在这里做一个半open 意思是在这里就会开150cm的门 就是做一个门框 就是可以半open 其实有个好处 这里是可以 那里是有个french door 有个french door 那些阳光就可以进来这个living room 彩光是更加好的 那么就准备就是 这里开了门之后 这边就应该会加一个暖板 那样的 那上面这里其实不是这样拆的 我们会是需要在这里加一条铁的 就是因为要支援上面那层 那这里呢 其实其实看到锤房 原本这里有个墙 就已经拆了 ok 那么就 准备会做一个open 完全一个open的锤房 和一个darning area 那之前呢 这里有一部墙 其实这个darning area 就不算很大 那现在呢 如果将会是这样打通了 其实呢 你见到吧 它本身已经有个french door 和一个大窗 那其实呢 就会感觉上 是空间的更加好 那将会做一个 类似于U型 那这里呢 就会做一个 好像有些些island的效果 会有一些buffet spa 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个 我业主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设计图 那我相信来说 做完都很漂亮的 ok 那这边来说呢 这里是会做一个storage 那你见到呢 其实呢 这里呢 就是个garage的地方 garage 其实这个位呢 刚才我解释过了 那就会做一个play room 或者study room 那样的 但是呢 这座场就会block了 因为入口已经在门口那里了 那其实呢 它这里呢 就打算呢 这里呢 就会是 架一架墙 那这个位呢 会怎样呢 这个位呢 就会做一个 加一个大雪柜 一个大雪柜 那这里其实都会lock down lock down 那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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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做洗衣机 和干衣机 就是放在这边的 那我们找另外一个角度看看 如果是将来这边做一个 就是open的kitchen 和食饭位呢 其实这个size是相当大的 都有成过200尺 楼下也有个洗手间 看到 都会全身是做过的 换过了厕所 ok 跟着我们上楼上了 那楼上呢 看到其实呢 很多已经拆掉了一些东西 所有工程第一件事 都是拆东西 本来这里有三间房的 业主呢 就想将去 由三间房变四间房 现在我们先看这些房间 接着我们再谈一下间隔上的改变 首先看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呢 其实呢 就相当之不小的 如果来埋伏的 的话呢 起码有150尺 那现在拆掉了 以前是一些旧地毯来的 那现在那些 那些是牆子 那些是牆子 铲了牆子 ok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窗挺好的 这个窗是新窗 两三年前做的 那这里呢 就会安个新的 即是modern一点的櫃 之前是旧式的那只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其实这家主人房 是有个套翅的 相当之不错 而且是名翅 但是呢 刚才我和师傅聊过 这个墙就会禁掉它了 这里呢 不如就安一个 玻璃的棋缸好 是吧 即是这个Allo Shake 那这个后面呢 就铺了那些 那些浪浴设备 和铺了 那其实这里 因为是个名翅 有窗 那起码也都是多些 阳光可以 即是彩光可以滑入来 感觉上 就会是更加 空间感更加好的 那这里就会是厕所 已经拆掉了 那尺寸就不算很大的 这个大概是40多尺 那已经够了 如果是做一个套翅来说 那这个位呢 其实就会做一个Storage 放下一些毛巾 或者是那些责物 那样 那这里也都有另外一间房 第二间房 那第二间房的Size 就大概是80尺左右 其实都可能80、90尺都有 那你就会有的 那你就会看到呢 那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就现在也是 铲了腸子 那就可以准备批档了 就是批灰 敏灰 那这样 那就是 那这个洗手间也都是拆了 你看到 也都是全身做过了 浴缸 和这边做了一些 浴浴设备 切马桶 都会整过 和一些抽气线 那这边呢 变化比较大一点 那这间房呢 其实呢 之前呢 介绍过了 有180尺的这间房 有 是长型的 那其实业主呢 就想把这边 就隔了 变了两间房 那你见到 这个landing位 其实挺短的 那他就会在这边做多一个 做长一点 大概多两尺的位 就是中间这边 可能要够 开门 那门呢 就会由这边开 隔一个80尺左右的房 这个80尺左右的房 那这边呢 就是保持大概90尺 80尺的房 那变了 其实四间房 其实都可以说 是一个 double bed room 那其实无论是自己用之外 是方便之外 其实呢 也是为一间屋增值的 因为其实出租 或者是出售 都好 那其实这个房间 是三房和四房 其实是 是不同的 那这个价格是 其实这些呢 其实全部都要入纸的 Planning permission 亦都已经做了 所以这个Planning permission 其实都有一些少久的 因为九月份 进去呢 现在 都是两个星期之前 才是批出 那这里有一个櫃的 稍为会是 帮它收拾好 静一点 可以用 那我们用另一个角度 看看这间房 其实都 现在都挺大的 现在来说 那这些就隔了 隔了 变了两间房 那其实呢 现在来说 就带大家 就看了这个 另外一个 Garage Conversion 的Project 那其实 这个Project 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的 而已 开始了几天 因为 其实就是 大概是四天左右 之前呢 我们开始拆东西 而且外面 就刚刚 order了 一个Skip 可以扔垃杀 那样 未来都会 一路可能 再update一下 就看看这个工程 是做成什么 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如果是喜欢这条 影片的观众 就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英斯的影片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